水管放過來 它是Ctrl C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Ctrl V貼過來 不是這個 這是TIF 應該是這個把它移過來 其實可以移動它 移動到右邊 它就跑到右邊去了 然後把它Ctrl V貼上 貼上的時候 各位注意一下 它一定會這邊多一個圖層 這個圖層當然你 因為它現在選擇圖層 所以你用移動工具 就可以怎麼樣 去移動它的位置 可以讓它往下一點點 另外當然眼睛可以閉起來 它就不見了 其實這個圖層 你哪個地方要關掉 這個當然有一個Water 所以你要放哪裡呢 其實你可以把Water 再稍微打開一下 它其實就再往上一點點 這個Water是水出來的位置 所以大概 將來的水 可以有個水流效果 有沒有 水流出來的效果 我再等一下來看 接下來來看一下那個 我們的 背景部分 背景要做什麼 要讓那個什麼 背景看起來模糊 比較模糊 不過它怎麼模糊 它沒有特別講 而且色彩 飽和度 不高 這很抽象 不高是多多麼不高 身高 170算高嗎 不高 多少才算高 身高180才算高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模糊 怎麼模糊 首先挖著這個 先把它取消掉 讓它不要被看到 背景 先專注背景來看 那背景我講過 如果你要把背景 變成什麼 變成那個模糊的話 1 首先記得 你在選模糊 模糊為什麼不行 因為你現在的圖層是在圖層1 所以請你點一下背景 再到濾鏡才可以 因為其實蠻長的同學 這個圖層沒點正確 所以你變成說你做 圖層 你要選那個圖層 這個要有概念 好 再來的話 選擇模糊 模糊裡面的話呢 用什麼 習慣用高濕模 但你其他模糊 你也可以試試看 因為各種不同的模糊 它有不同的效果 可以在某一種情況下 你可以剛好用上它 好 那裡面的話 要多模糊 不過它沒有特別講 我大概就把它設定一下 這樣會不會太模糊了 強度你看 整個幾乎都看不到背後了 所以呢 標準大概就是 以什麼為標準 以那個完成圖為標準 所以最好是什麼 你可以一邊調一下 比如說調到大概 先調一個6左右 6 好 按個確定 那你可以再切過來看 模糊 大概 它好像有這麼模糊嗎 好像接近了 好像又沒有這麼模糊 所以大概 你可以自己調一下 我印象中好像大概就差不多 5到6之前吧 所以第一個圖層先把它 改正 然後 模糊部分的話 自己調一下 大概給個 5左右 OK 按個確定 好 這樣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飽和度降低 它有點灰灰暗暗的 讓它看起來 好像本來是 有點 夏天的感覺 突然變成冬天的感覺 OK 夏天 馬上變冬天 其實那個 你那個氣氛也可以用營照 它怎麼營照 特別說 你可以把 影像裡面的那個所謂的 調整 調整裡面可以調整什麼呢 其實這邊還可以蠻多調整 不過 因為題目剛好講到那個 飽和度 其實它是什麼 自然 自然飽和度 你也可以調調看 我們針對飽和度來調調看 也就讓它什麼 飽和度降低 所以 降低到什麼程度呢 那你大概可以 有這 這麼暗嗎 好像這樣已經 太恐怖了一點 陰深深的感覺 好像感覺那個 這裡面應該有什麼 看不到的東西 OK 那不過不需要到這種程度啦 所以大概 假設啦 大概到 負60看看 其實我也沒有特別 去記那個數字 我們用一個感覺 負60看看 假設負60 那你切過來看一下 感覺 好像它還可以再更 更加的 多一點點 所以你一樣調整 大概就負70吧 如果啦 那個這個我想還是以 實際上遇到的狀況 為主 所以你可以 Ctrl ALT加Z 把它復原一下 然後再 把那個調整的部分 色相保和度把它改成 負 70好了 OK 類似像這樣 好 按確定 其他像明亮度啦 有時候我 你可以再調查看 反正盡量調的 跟這邊是一樣就可以了 那好像感覺它還有一個地方 感覺它是不是有那個 好像 粒子狀的感覺 有沒有 有點像雜訊 這個雜訊 通常出現在你 拍那個夜景的時候 因為夜景會有一些光線 光害 所以如果你要增加的話 當然你還可以 不過題目沒有提到啦 我是順便 假設你要加 你可以加一個什麼 雜訊 增加雜訊 有沒有 這個增加雜訊有點像什麼呢 以前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那個老舊的照片 好像有特別多的雜訊 或者你看那個雜誌 有些雜誌也會一些什麼 感覺那個 雜訊出現 所以如果你要 出現雜訊有沒有看到 有點類似像這種效果 然後總量 總量可以增加 哇 這個太雜訊了 還有什麼 一致 或者用高斯的 高斯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OK 不過這感覺有點 太太強了 所以不需要那麼強 假設你要一點點的話 就是增加一點點 有那麼一點點 然後呢 感覺好像用 高斯或一般 不過這個只是一種感覺 我把它按確定 你可以 比較看看 好像有 不過好像我們這個雜訊有點太多了 Ctrl ALT加Z 把它復原一下 至於要加多少 請各位自己在 自己再試試看 主要就是 透過這個練習題 熟悉幾個比較重要的功能 像是 模糊 各種模糊 試試看 還有像那個雜訊 這個部分請各位試試看 那你會發現除了增加雜訊 還有減少雜訊 也就是說如果你拍出來照片 尤其像拍夜景 很容易拍出有雜訊的相片 怎麼辦 你可以試試看 用減少雜訊 順便可以把那個效果 去掉那個雜訊看起來會更漂亮 還有呢 比如說你用掃描舊照片 會有刮痕 或者是一些污點 那你可以用什麼 用這個功能 去除斑點 綜合等等 所以這個我想請各位 自行在 利用那裡面的功能 自己再玩玩看 OK 那我們就完成了 他要我們做的第2個項目 再來的話呢 第3個項目 處理瓦的塗層 讓圖形呈現出像那個 他說這個就是流水般的效果 類似像這樣的效果 水流出來的效果 OK 那水要怎麼流出來 其實它本來長得像什麼 把這個 記得喔 請你先把眼睛打開 因為這邊有個塗層 眼睛沒有打開 眼睛打開之後 這個東西就出現了 1 OK 2的話呢 請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流水狀喔 請你把游標點在這個 挖的塗層 利用什麼功能呢 特別注意喔 請各位注意一下 在 工具列的 這裡喔 有一個像什麼呢 它會是模糊工具啦 就是類似像一個 水滴嘛 水滴的下面有個指尖 就是有點像一隻手喔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試過 用一隻手然後去 塗一些東西 像是沙子 它就自己撥開來了 OK 它會自己 暈開來了 那這個效果的話 如果說我要使用的話 一請你選擇 模糊工具裡面的指尖工具 第一個 指尖工具 二的話呢 接下來請各位看一下上面 上面有筆刷有沒有 那我要怎麼刷比較剛剛好 裡面當然很多種 也 建議各位自己玩玩看 當然你不可能說用這些 小一點的 這個一點喔 你會慢慢刷 刷很久還是沒有 所以你要 比較快的你可以先找大概 35或45 大概這麼大的點 先點它之後有沒有 然後接下來它有個圈圈嘛 請你在這個圈圈往外面 有點像一隻手喔 那個手的大小就那麼圈圈的範圍 那請你怎麼樣 往外面撥它 有沒有看到 流水的效果就出來了 就這樣子 OK 這是最快啦 不過 完成的題目 好像似乎邊邊還有這個虛虛 所以我們還要怎麼樣 盡量 如果你這邊下來一點點 已經下來很多了 對不對 接下來要有虛虛 類似像那個 它旁邊又更細啊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點這邊筆刷 其實在裡面有虛虛的 像這種啦 有沒有 那多大 我想請各位自己玩玩看 這個虛虛的話 大概也是用39好了 那你這邊選一個虛虛 它有沒有直徑也可以調整 那你可以怎麼樣 我做個demo 不過這個可能蠻困難的 比較困難 有沒有看到 虛虛就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 但是虛虛要很自然的 你那個水你不能亂噴 噴這個方向 水會這樣往上噴嗎 除非後面有個東西 有沒有虛虛啦 不過這個我是錯誤示範喔 你ALT加Z 把它復原一下 另外呢 當然你也可以玩玩看 其實這個玩玩看 這邊還有很多 甚至還有個草 還有個星星 還有這有的沒的啦 所以你也可以玩玩看 以後說不定可以利用這個 這個會變成怎麼樣 水裡面有噴出葉子來嗎 這樣有點怪怪的 這個有點像 那如果你要復原的話 就Ctrl AUTO Z 把它復原一下 沒有關係 反正這個效果 就是盡量啦 我是因為Photoshop 建議你多使用它 反正 因為這種設計工作 沒有標準答案 你只要看著覺得 是很自然 很對 好這個設計就是 對的 對的東西 OK所以 盡量 當然前提是你必須要熟悉Photoshop所有功能 OK所以 把這邊呢 盡量再做出這種虛虛 我剛剛主要是用 1上面的這個45 2 把它再用39這個 有那個 這個你不要用錯了 他就會有這個虛虛的這個虛虛再多一點有沒有 虛虛多一點 OK 所以如果用這個方法 是因為你可以把頭髮變成那種 椰蛋腦公公的效果 他頭髮就豎起來 之類的 反正這個效果其實可以做很多 所以第3個部分呢 請各位 試一下 最後 這個待會再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這個是 就是 把那個背景部分呢 用高濕模糊 特別注意 這個有點像是景深 如果以後 你假設手邊沒有 單眼相機但是你要拍出像單眼相機這種背後模糊的效果 其實也可以利用類似的方法 比如說你自己拍照 假設你要把他跟背景 做一個高濕模糊的效果 其實或或許可以利用類似的方法 那拍照的時候最好就是如果你要跟哪一張照片合成的話 來盡量還是怎麼樣 就是背後單一個顏色 最好去背